王妃 你做什么 请你人工岂容你放肆 陆生本宫放肆也放肆多回忆 还差这一回忆 贱人 贱人 你竟敢崇拜本宫 王妃是谁提醒你到这个地位吗 又是谁千方百计地讨好本宫 王妃本宫如此信任你 在《甄嬛传》中 皇后乌拉娜拉 怡修和华妃年事兰 他们谁更厉害 在后宫中俩人都是极具影响力的角色 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 绅士背景和剧情发展 这使得对他们谁更厉害的评判 变得复杂而有趣 皇后乌拉娜拉 怡修 出身名门望妇 自幼接受严格的宫廷教育 这使他深难宫廷斗争的法则 他的家族背景为他提供了 坚实的政治基础 使他能够在后宫中稳固地位 剧情发展 皇后心思缜密 善于观察和利用局势 为自己谋取利益 他能够隐忍多年 一直保持着皇后的威严和地位 即使在面对华妃这样的强劲对手时 也能从容应对 他擅长利用家族势力 宫中旧利以及皇帝对纯远的怀念 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同时不断布局陷害其他嫔妃 尤其是那些受宠的妃子 皇后表面上端庄贤淑 实则心机重重 对威胁自己地位的人绝不受乱 他能够精准地把握人心 利用他人的弱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例如 他利用甄嬛的善良和信任 一步步将其拉入宫廷斗争的漩涡中 太后为了乌拉纳拉式的荣耀 以至服侍皇后 这使得皇后在后宫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即使面临困境 也能得到太后的庇护和支持 华妃出身富贵家庭 其兄年更摇使朝廷重臣 战功赫赫 这使得华妃在后宫中 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他凭借家族的势力和皇帝的宠爱 在后宫中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花妃美艳动人 风骚的气质吸引着皇上的宠爱 他凭借皇帝的宠爱 在后宫中享受着专房之宠 地位显赫 这使得他在后宫中 拥有了一定的权威和影响力 华妃曾协理六宫 拥有一定的管理权 这使得他在后宫中 具有一定的权威和话语权 能够左右一些后宫事务 然而 这也使得他成为了 皇后等对手的眼中钉 华妃的性格过于张扬把握 缺乏远见和智谋 他容易被情绪左右 做出一些冲动的决定 从而给自己带来麻烦 例如 他因极度甄嬛受宠 而多次陷害甄嬛 但最终都被甄嬛巧妙化解 华妃过于依赖家族的势力 和皇帝的宠爱 缺乏独立应对宫廷斗争的能力 当家族势力衰落时 他的地位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最终 他因哥哥年耕摇的倒台 而失去了皇帝的宠爱和后宫的地位 皇后在智谋和手段上更胜一筹 他能够隐忍多年 一直保持着皇后的威严和地位 他善于观察和利用局势 为自己谋取利益 而华妃则过于依赖家族的势力 和皇帝的宠爱 缺乏独立应对宫廷斗争的能力 虽然华妃在后宫中 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他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 家族的势力和皇帝的宠爱 一旦这些优势丧失 他的地位也将受到威胁 而皇后则凭借自己的 政治手腕和心机深沉 在后宫中建立了稳固的地位和影响力 皇后在长远规划和远见上更具优势 他能够看清宫廷斗争的本质和规律 制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而华妃则缺乏长远规划和远见 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 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在《甄嬛传》中 皇后乌拉纳拉 怡修 在智谋 手段 影响力 长远规划和远见等方面 都优于华妃严实难 因此可以认为皇后在后宫中更厉害一些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华妃没有实力和影响力 她在后宫中也曾风光一失 只是最终因为自身的局限 和错误决策而走向衰败